2014年,乌克兰危机全面爆发,而危机爆发的背后,不仅有外部失利俄罗斯、美国、欧盟当局的介入,实际上也与乌克兰内部继续多年的民族矛盾有很大的关系。 正是因为内外两层因素,才导致如今顿巴斯地区完全脱离了基辅当局的控制。 然而现在,这种脱离不再仅仅局限于国土上,连人口的流失,乌克兰方面现在都无法控制,据独立报近日报道。 顿巴斯地区的顿涅茨克共和国移民局负责人对外表示,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,顿涅茨克公民已经向俄罗斯方面提交了约6000份移民申请,预计很快就会收到俄罗斯方面发放的第一本护照。 在上个月,普京签订了简化顿巴斯居民获得俄罗斯护照的门槛。 引发了乌克兰和欧盟方面的强烈反对,因为这会导致顿巴斯地区的人大量迁往俄罗斯。 而现在,这种情况无疑是真的发生了。 很明显,在短短的时间内,约6000份移民申请就已经出现,未来肯定会更多,一方面。 本身顿巴斯地区的俄罗斯族人占比都十分高,他们对于俄罗斯的认可感明显高于乌克兰。 在乌克兰全面反俄的情况下,这些顿巴斯居民自然就大量流入俄罗斯。 而另一方面,目前的顿巴斯问题尽管已经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,但是实际上小规模的炮击事件依然是有发生。 尽管泽伦斯基的上台说要实现顿巴斯的停火,但是他也无法保证,顿巴斯地区是否会再次爆发战争。 对于当地居民而言,与其长期居住在不安全的地区,还不如迁往俄罗斯,至少能获得安全的保障。 人口的流失,对于乌克兰而言,无疑是最直接的打击,一方面。 这证明乌克兰当局失去了顿巴斯地区的人心,连人民都离基辅政府而去。 无疑是在啪啪打着乌克兰的脸,而另一方面,人口的流失,从某种程度上也代表着财富的流失。 目前乌克兰之所以想拿回顿巴斯地区,维护主权只是一方面,而另一方面,则是为了夺回顿巴斯的利益。 然而现在俄罗斯的举动,无疑是触动了乌克兰的底线。 未来即便乌克兰把顿巴斯地区拿回来了,但是却只剩几座空城, 那乌克兰即便拿回来也没有太大的意义。 可以很明显看出,未来顿巴斯人民迁往俄罗斯的趋势,只会越来越多。 在这种情况下,如果乌克兰不及时制止这种情况, 或者及时拿回来顿巴斯地区,损失绝对是难以估量的。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,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,谢谢。